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是太不寻常了 所以这位朋友最后说 也许没有必要感慨 这名青年学者的死亡是太不应该 而是应该想到 每一个生命能够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奇迹 并且这名青年学者并没有白费了他的奇迹 他活得精彩 活得有价值 这就很足够了 我看到了他的这个评论 不由得想到旧约圣经传道书八章八节说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 凡是我们睁开眼还有气息的每一天 其实都是有神的奇妙恩典 只是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轻看或误用这个恩典 将它白白浪费了呢 而我也很想知道 对于这一件事情 你会怎么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